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母子姑娘 从前有一个女人 她非常希望有一个丁点小的孩子 但是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 因此她就去请教一位巫婆 她对巫婆说 我非常想要一个小小的孩子 你能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得到一个吗 嗨 这容易得很 巫婆说 你把这颗大麦粒拿去吧 它可不是乡下人的田里长的那种大麦粒 也不是鸡翅的那种大麦粒 你把它埋在一个花盆里 不久你就可以看到你所要看的东西了 谢谢您 女人说 她给了巫婆三个隐蔽 于是她就回到家里来 种下那颗大麦粒 不久以后 一朵美丽的大红花就长出来了 它看起来很像一朵淤金香 不过 它的叶子紧紧地包在一起 好像仍旧是一个花苞似的 这是一朵很美的花 女人说 同时在那美丽的黄耳带红的花瓣上吻了一下 不过 当它正在吻的时候 花耳忽然噼啪一声 开放了 人们现在可以看出 这是一朵真正的淤金香 但是 在这朵花的正中央 在那根绿色的瓷蕊上面 坐着一位娇小的姑娘 她看起来又白嫩又可爱 她还没有大拇指的一半长 因此 人们就叫她拇指姑娘 拇指姑娘的摇篮是一个光的发亮的漂亮胡桃盒 她的垫子是蓝色紫罗兰的花瓣 她的被子是玫瑰的花瓣 这就是她晚上睡觉的地方 但是 白天她在桌子上玩耍 在这桌子上 那个女人放了一个盘子 上面又放了一圈花 花的枝干浸在水里 水上浮着一片很大的淤金香花瓣 拇指姑娘可以坐在这花瓣上 用两根白马尾做桨 从盘子这一边滑到那一边 她还能唱歌 而且唱得那么甜蜜 从前没有任何人听到过 一天晚上 当她正在她漂亮的床上睡觉的时候 一个难看的癞蛤蟆从窗子外面跳进来 因为窗子上有一块玻璃已经破了 这癞蛤蟆又丑又大 而且是黏糊糊的 她一直跳到桌子上 拇指姑娘正睡在桌子上 鲜红的玫瑰花瓣下面 这姑娘倒可以做我儿子的棋子 癞蛤蟆说 于是 她一把抓住拇指姑娘正睡着的那个胡桃盒 背着她跳出了窗子 一直跳到花园里去 花园里有一条很宽的小溪在留着 但是她的两岸又低又潮湿 癞蛤蟆和她的儿子就住在这儿 哎呀 她跟她的妈妈简直是一个母子住出来的 也长得奇丑不堪 咯咯咯咯呱呱 当她看到胡桃盒里的这位美丽小姑娘时 她只能讲出这样的话来 讲话不要那么大声 要不你就把她吵醒了 捞来蛤蟆说 她还可以从我们这逃走 因为她轻得像一片天鹅的羽毛 我们都把她放在溪水里睡帘的一片宽叶子上 她既然是这么娇小和轻巧 那片叶子对她来说 就可以算作是一个岛了 她在那上面是没办法逃走的 在这期间 我们就可以把泥巴底下的间房子修理好 你们俩以后就可以在那儿住下来过日子 小溪里长着许多叶子宽大的绿色睡帘 它们好像是浮在水面上似的 浮在最远的那片叶子 也是最大的一片叶子 老赖蛤蟆向她游过去 把胡桃盒和睡在里面的拇指姑娘 放在她上面 这个可怜的叶小的姑娘 大清早就醒来了 当她看见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就不禁伤心地哭起来 因为这片宽大的绿叶子的周围全是水 她一叶点也没有办法回到陆地上去 老赖蛤蟆坐在泥里 用灯芯草和黄睡帘把房间装饰了一番 有新媳妇住在里面 当然应该收拾得漂亮一点才对 随后 她就和她的丑儿子 向那片拖着拇指姑娘的叶子游去 他们要在她没有来以前 先把她的那张美丽的床扮奏 安放在洞房里面 这个老赖蛤蟆在水里 向她深深居了一躬 同时说 这是我的儿子 他就是你未来的丈夫 你们俩在泥巴里 将会生活得很幸福的 哥哥 呱呱呱 这位少爷所能讲出的话就只有这一点 他们搬着那张漂亮的小床 在水里游走了 拇指姑娘独自坐在绿叶上 不禁大哭起来 因为她不喜欢跟一个讨厌的癞蛤蟆住在一起 也不喜欢有一个丑少爷做自己的丈夫 在水里游着的一些小鱼 曾经看过癞蛤蟆 同时也听到过她所说的话 因此 他们都伸出头来 想瞧瞧这个小小的姑娘 他们一眼看到她 就觉得她非常美丽 因而他们非常不满意 觉得这样一个人 却要嫁给一个丑蛤蟆 那可不成 这样的事情绝不能让她发生 他们在水里一起 倒拖着那片绿叶的梗子的周围 小姑娘就住在那上面 他们用牙齿把叶梗子咬断了 使得这片叶子顺着水流走了 带着拇指姑娘流走了 留得非常远 留到癞蛤蟆完全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去 拇指姑娘流过了许许多多的地方 住在一些灌木林里的小鸟 看到她 都唱道 多么美丽的一位小姑娘啊 叶子拖着她漂流 越流越远 最后 拇指姑娘就漂流到外国去了 一只很可爱的白蝴蝶 不停地环绕着她飞 最后 就落到叶子上来 因为她是那么喜欢拇指姑娘 而她呢 她也非常高兴 因为癞蛤蟆现在再也找不着她了 同时 她现在所流过的这个地方是那么美丽 太阳照在水上 争相最亮的金子 她解下腰带 把一端系在蝴蝶身上 把另一端紧紧地系在叶子上 叶子带着拇指姑娘一起 很快地在水上流走了 因为她就站在叶子的上面 这时 有一只很大的金龟子飞来了 她看到她 立刻用她的爪子 抓住她纤细的腰 带着她一起飞到树上去了 但是 那片绿叶继续顺着溪流游去 那只蝴蝶也跟着一起走 因为 它是系在叶子上的 没有办法飞开 天哪 当金龟子带着她 飞进树林里去的时候 可怜的拇指姑娘 该是多么害怕啊 不过 她更为那只美丽的白蝴蝶难过 她已经把她紧紧地系在那片叶子上了 如果她没有办法摆脱的话 就一定会饿死的 但是金龟子一点也不理会这情况 她和她一块坐在树上最大的一张绿叶子上 把花里的蜜糖拿出来给她吃 同时说她是多么漂亮 虽然她一点也不像金龟子 不多久 住在树林里的那些金龟子们全都来拜访了 她们打量着拇指姑娘 金龟子小姐们耸了耸触须 说 嗨 她不过只有两条腿罢了 真是怪难看的 她连触须都没有 她们说 她的腰太细了 呸 她完全像一个人 她是多么丑啊 所有的女金龟子们起声说 然而 拇指姑娘的确是非常美丽的 甚至劫持她的那只金龟子也不免要这样想 不过 当大家都说她是很难看的时候 她最后也只好相信这话了 她也不愿意要她了 她现在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 她们带着她从树上一起飞下来 把她放在一朵雏菊上面 她在那上面哭得怪伤心的 因为她长得那么丑 连金龟子也不要她了 可是 她仍然是人们所想象不到的一个最美丽的人儿 那么娇嫩 那么明朗 像一片最纯洁的玫瑰花瓣 整个夏天 可怜的拇指姑娘单独住在这个巨大的树林里 她用草叶为自己编了一张小床 把它挂在一片大牛棒叶底下 使得雨不至临到她身上 她从花里取出蜜来作为食物 她的饮料是每天早晨凝结在叶子上的露珠 夏天和秋天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冬天 那又冷又长的冬天来了 那些为她唱着甜蜜歌儿的鸟儿现在都飞走了 树和花都凋零了 那片大的牛棒叶 她一直是在她下面住的 也卷起来了 只剩下一根枯黄的梗子 她感到十分寒冷 因为她的衣服都破了 而她的身体又是那么瘦血和纤细 可怜的拇指姑娘啊 她一定会冻死的 雪也开始下了 没朵雪花落在她身上 就好像一个人把满铲子的雪块打到我们身上一样 因为我们高大 而她不过只有一寸来长 她只好把自己裹在一片干枯的叶子里 可是 这并不温暖 她冻得发抖 在她现在来到的这个树林的附近 有一块很大的麦田 不过 田里的麦子早已收割了 冻结的土地上只留下一些光光的麦茶 对她来说 在它们中间走过去 简直等于穿过一片广大的森林 她冻得发抖 抖得多厉害啊 最后 她来到了一只田鼠的门口 这就是一棵麦茶下面的一个小洞 田鼠住在那里面 又温暖又舒服 她藏有整整一房间的麦子 她还有一间漂亮的厨房和一个饭厅 可怜的拇指姑娘站在门里 像一个讨饭的穷苦女孩子 她请求施舍一颗大麦粒给她 因为她已经两天没吃过一丁点东西 你这个可怜的小人 田鼠说 因为她本来是一个好心肠的老田鼠 到我温暖的房子里来 和我一起吃点东西吧 因为她现在很喜欢拇指姑娘 所以她说 你可以跟我住在一块 度过这个冬天 不过 你得把我的房间弄得干净整齐 同时讲些故事给我听 因为我就是喜欢听故事 这个和善的老田鼠所要求的事情 拇指姑娘都一一答应了 她在那住得非常快乐 不久 我们就要有一个客人来 田鼠说 我的这位邻居经常每个星期来看我一次 她住得比我舒服得多 她有宽大的房间 她穿着非常美丽的黑天鹅绒袍子 只要你能够得到她做你的丈夫 那么你一辈子就可享用不尽了 不过 她的眼睛看不见东西 你得讲一些你所知道的最美的故事给她听 拇指姑娘对于这事没什么兴趣 她不愿意跟这位邻居结婚 因为她是一只眼鼠 她穿着黑天鹅绒袍子来拜访了 田鼠说 她是怎样有钱和有学问 她的家也要比田鼠的大二十倍 她有很高深的知识 不过 她不喜欢太阳和美丽的花 而且 她还喜欢说这些东西的坏话 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拇指姑娘的为她唱一曲歌 她唱了金龟子呀飞走吧 又唱了牧师走上草原 因为她的声音是那么美丽 眼鼠就不禁爱上她了 不过 她没有表示出来 因为她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最近 她从自己房子里挖了一条长长的地道 通到他们的这座房子里来 她请田鼠和拇指姑娘到这条地道里来散步 而且只要他们愿意 随时都可以来 不过 她忠告他们 不要害怕一只躺在地道里的死鸟 她是一只完整的鸟 有翅膀 也有嘴 没有疑问 她是不久以前 在冬天开始的时候死去的 她现在被埋葬在这块地方 恰恰被眼鼠打穿成了地道 眼鼠嘴里闲着一根萤火柴 她在黑暗中可以发出闪光 她走在前面 为他们把这条又长又黑的地道照明 当他们来到那只死鸟躺着的地方时 眼鼠就用她的大鼻子顶着天花板 朝上面拱着土 拱出一个大洞来 阳光就通过这洞口射进来 在地上的正中央 躺着一只死了的燕子 她的美丽的翅膀紧紧地贴着身体 小腿和头缩到羽毛里面 这只可怜的鸟儿无疑是被冻死了 这使得拇指姑娘感到非常难过 因为她非常喜爱一切鸟儿 的确他们整个夏天对她唱着美妙的歌 对她喃喃地讲着话 不过 严属用她的短腿一推 说 她现在再也不能唱什么了 生来就是一只小鸟 这该是一件多么可怜的事 谢天谢地 我的孩子们将不会是这样 像这样的一只鸟 什么事也不能做 只会叽叽喳喳地叫 到了冬天就不得不饿死了 是的 你是一个聪明人 说得有道理 天树说 冬天一到 这些叽叽喳喳的歌声 对于一只鸟子有什么用呢 她只有挨饿和受冻的一条路 不过 我想 这就是大家所谓的了不起的事情吧 拇指姑娘一句话也不说 不过 当他们两个人把背掉向这只燕子的时候 她就弯下腰来 把盖在她头上的那一束羽毛 温柔地向旁边扶了几下 同时 在她闭着的双眼上 轻轻地接了一个吻 在夏天 对我唱出那么美丽的歌的人也许就是她了 她想 她不知给了我多少快乐 她 这只亲爱的美丽的鸟儿 盐鼠现在 把那个透进阳光的洞口又封闭住了 然后 她就陪着这两位小姐回家 但是这天晚上 拇指姑娘一点也睡不着 她爬起床来 用草编成了一张宽大美丽的毯子 她拿着她到那只死了的燕子的身边去 把她的全身盖好 她同时 还把她在田手的房间里所寻到的一些软棉花 裹在燕子的身上 好使她在这寒冷的地上 能够睡得温暖 再会吧 迎着美丽的小鸟 她说 再会吧 在夏天 当所有的树儿都变绿了的时候 当太阳光温暖地照着我们的时候 你唱出的美丽歌声 我要为这感谢你 于是 她把头贴在这鸟儿的胸膛上 她马上惊恐起来 因为她身体里面好像有件什么东西在跳动 这就是鸟儿的一颗心 这鸟并没有死 它只不过是躺在那儿动得失去了知觉罢了 现在 她得到了温暖 所以又活了起来 在秋天 所有的燕子都向温暖的国度飞去 不过 假如有一只掉了队 她就会遇到寒冷 于是 她就会冻得落下来 像死了一样 她只有躺在她落下的那块土地上 让冰冻的雪花把她全身盖满 拇指姑娘真是抖得厉害 因为她是那么惊恐 这鸟儿 跟只有寸把高的她比起来 真是太庞大了 可是 她鼓起勇气来 她把棉花紧紧地裹在这只可怜的鸟儿的身上 同时 她把自己常常当作被盖的那张薄荷叶拿来 覆盖在这鸟儿的头上 第二天夜里 她又偷偷地去看她 她现在已经活了 不过 还是有点昏迷 她只能够把眼睛微微睁开一点 忽然 望了拇指姑娘一下 拇指姑娘手里拿着一块烟火柴站着 因为她没有别的灯盏 我感谢你 可爱的小宝宝 这只身体不太好的燕子对她说 我现在真是舒服和温暖 不久就可以恢复体力 又可以飞了 在暖和的阳光中飞 啊 她说 外面是那么冷啊 雪花在飞舞 遍地都在结冰 还是请你睡在温暖的床上吧 我可以来照料你呀 她用花瓣盛着水送给燕子 燕子喝了水以后 就告诉她说 她有一个翅膀曾经在一个多次的灌木林上擦伤了 因此 不能跟别的燕子们飞得一样快 那时他们正在远行 飞到那辽远的温暖的国度里去 最后 她落到地上来了 可是其余的事情 她现在就记不起来了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怎样来到了这块地方的 燕子在这儿住了一整个冬天 拇指姑娘待她非常好 非常喜欢她 岩鼠和田鼠一点也不知道这事 因为他们不喜欢这只可怜的孤独的燕子 当春天一来到 太阳把大地照得很温暖的时候 燕子就向拇指姑娘告别了 她把岩鼠在顶上挖的那个洞打开 太阳非常明亮地照着他们 于是 燕子就问拇指姑娘愿意不愿意跟她一起离开 她可以骑在她的背上 这样 他们就可以远远地飞走 飞向绿色的森林里去 不过拇指姑娘知道 如果她这样离开的话 田鼠就会感到痛苦的 不成 我不能离开 拇指姑娘说 那么再会吧 再会吧 你这善良的可爱的姑娘 燕子说 于是她就向太阳飞去 拇指姑娘在后面望着她 她的两眼里闪着泪珠 因为她是那么喜爱这只可怜的燕子 滴滴滴滴 燕子唱着歌 像一个绿色的森林飞去 拇指姑娘感到非常难过 田鼠不许她走到温暖的太阳光中去 在田鼠屋顶上的田野里 麦子已经长得很高了 对于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来说 这麦子简直是一片浓密的森林 因为她究竟不过只有一寸来高呀 在这个夏天 你得把你的新嫁衣缝好 田鼠对她说 因为她的那个讨厌的邻居 那个穿着黑天鹅绒袍子的燕鼠 已经向她求婚了 你的准备好毛衣和棉衣 当你做了燕鼠太太以后 你应该有坐着穿的衣服和睡着穿的衣服呀 拇指姑娘现在的摇旗纺车来 燕鼠聘请了四位蜘蛛 日夜为她纺纱和织布 每天晚上燕鼠来拜访她一次 燕鼠老是在咕噜地说 等到夏天快要完的时候 太阳就不会这么热了 现在太阳把地面烤得像石头一样硬 是的 等夏天过去以后 她就要跟拇指姑娘结婚了 不过 她一点也不感到高兴 因为她的确不喜欢这位讨厌的燕鼠 每天早晨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每天黄昏 当太阳落下的时候 她就偷偷地走到门那儿去 当风儿把麦穗吹向两边 使得她能够看到蔚蓝色的天空的时候 她就想象外面是非常光明和美丽的 于是 她就热烈地希望再见到她的亲爱的燕子 可是 这燕子不再回来了 无疑的 她已经飞向很远很远的 美丽的清脆的树林里去了 现在是秋天了 拇指姑娘的全部嫁衣也准备好了 四个星期以后 你的婚礼就要举行了 天鼠对她说 但是拇指姑娘哭了起来 说她不愿意和她讨厌的燕鼠结婚 胡说 天鼠说 你不要固执 不然的话 我就要用我的白牙齿来咬你 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你得和她结婚 就是皇后也没有她那样好的黑天鹅绒袍子 她的厨房和储藏室里藏满了东西 你得到这样一个丈夫 应该感谢上帝 现在婚礼要举行了 严鼠已经来了 她亲自来迎接拇指姑娘 她得跟她生活在一起 住在深深的地底下 永远也不能再到温暖的太阳光中来 因为她不喜欢太阳 这个可怜的小姑娘现在感到非常难过 因为她现在不得不向那光耀的太阳告别 这太阳 当她跟田鼠住在一起的时候 她还能得到许可在门口望一眼 再会吧 听光明的太阳 她说着 同时向空中伸出双手 并且向田鼠的屋子外面走了几步 因为现在大麦已经收割了 这只剩下干枯的茶子 再会吧 再会吧 她又重复地说 同时用双臂抱住一朵还在开着的小红花 假如你看到那只小燕子的话 我请求你带我向她问候一声 滴滴滴滴 在这时候 一个声音忽然在她的头上叫起来 她抬头一看 这正是那只小燕子刚刚在飞过 她一看到拇指姑娘就显得非常高兴 她告诉她说 她多么不愿意要那个丑恶的岩鼠做她的丈夫啊 她还说她的住在深深的地底下 太阳将永远照不进来 一想到这点 她就忍不住哭起来了 寒冷的冬天现在就要到来了 小燕子说 我要飞得很远 飞到温暖的国度里去 你愿意跟我一块去吗 你可以骑在我的背上 你用腰带紧紧地把你自己祭牢 这样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丑恶的岩鼠 从她黑暗的房子里飞走 远远的远远的飞过高山 飞到温暖的国度里去 那儿的太阳光比这儿更美丽 那儿永远只有夏天 那儿永远开着美丽的花朵 跟我一起飞吧 你甜蜜的小拇指姑娘 当我在那个阴灿灿的地洞里 冻得僵直的时候 你救了我的生命 是的 我将和你一块去 拇指姑娘说 她坐在这鸟儿的背上 把脚搁在她展开的双翼上 同时把自己用腰带紧紧地 系在她最结实的一根羽毛上 这么着 燕子就飞向空中 飞过森林 飞过大海 高高地飞过常年积雪的大山 在这寒冷的高空中 拇指姑娘动得抖起来了 但是 这时她就钻进这鸟儿 温暖的羽毛里去 她只是把她的小脑袋伸出来 欣赏她下面的美丽风景 最后 她们来到了温暖的国度 那儿的太阳 比我们这里照得光要多了 天似乎也是加倍的高 田沟里 篱笆上 都生满了最美丽的 绿葡萄和蓝葡萄 树林里到处悬挂着柠檬和橙子 空气里飘着 桃金娘和麾香的香味 许多非常可爱的小孩子 在路上跑来跑去 跟一些颜色鲜艳的大蝴蝶 一块儿嬉戏 可是燕子越飞越远 而风景也越来越美丽 在一个碧蓝色的湖旁 有一层最可爱的绿树 它们里面有一幢白的发亮的 大理石砌成的古代的宫殿 葡萄藤围着许多高大的圆柱 丛生着 它们的顶上有许多燕子窝 其中有一个窝 就是现在带着拇指姑娘飞行的 这只燕子的住所 这就是我的房子 燕子说 不过 下面长着许多美丽的花 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朵 我可以把你放在它上面 那么 你想要住得怎样舒服 就可以怎样舒服了 那好极了 她说 拍着她的一双小手 那儿有一根巨大的大理石柱 它已经倒在地上 并且跌成了三段 不过 它们中间生出一朵最美丽的白色鲜花 燕子带着拇指姑娘飞下来 把它放在她的一片宽阔的花瓣上面 这个小姑娘感到多么惊奇啊 在那朵花的中央坐着一个小小的男子 她是那么白皙和透明 好像是玻璃做成的 她头上戴着一顶最华丽的精致王冠 她肩上伸着一双发亮的翅膀 她本身并不比拇指姑娘高大 她就是花中的安琪儿 每一朵花里都住着这么一个小小的男子或妇人 不过 这一位却是他们大家的国王 我的天啊 她是多么美啊 拇指姑娘对燕子低声说 这个小小的王子非常害怕这只燕子 因为它是那么细小和柔嫩 对她来说 燕子简直是一只庞大的鸟儿 不过 当她看到拇指姑娘的时候 她马上就变得高兴起来 她是她一生中所看到的一位最美丽的姑娘 因此 她从头上取下金王冠 把她带到她的头上 她问了她的姓名 问她愿不愿意做她的夫人 这样 她就可以做一切花儿的王后了 这位王子 才真配称为她的丈夫呢 她比那癞蛤蟆的儿子 和那只穿天鹅绒袍子的眼鼠来 完全不同 因此 她就对这位逗她喜欢的王子说 我愿意 这时 每一朵花里走出一位小姐或一位男子来 他们是那么可爱 就是看他们一眼也是幸福的 他们每人送了拇指姑娘一件礼物 但是 其中最好的礼物 是从一只白银身上取下的一堆翅膀 他们把这堆翅膀 按到拇指姑娘的背上 这么着 她现在就可以在花朵之间飞来飞去了 这时大家都欢乐起来 燕子坐在上面自己的巢里 为他们唱出她最好的歌曲 然后在她的心里 她感到有些悲哀 因为她是那么喜欢拇指姑娘 她的确希望永远不要和她分开 你现在不应该再叫拇指姑娘了 花的安琪儿对她说 这是一个很丑的名字 而你是那么美丽 从今以后 我们要把你叫做Maya 再会吧 再会吧 那只小燕子说 她又从这温暖的国度飞走了 飞回到很远很远的丹麦去 在丹麦 她在一个会写童话人的窗子上 住了一个小巢 她对这个人唱 我们这整个故事 就是从她那听来的